其實如果你有我份拍劉家良的電影 他最好哪一套 我覺得最好是五六八掛棍 首先在邵氏拍劉家良的電影 你會是很辛苦 因為每個鏡頭出來的動作可能是二三十下的 整幾分鐘的 你的體力會投資得很厲害 但是真正受傷就少 但是在外面拍雄家斑 或者拍成龍的 我受傷很多 譬如是斷腳 脫腳 臘骨斷腳